一個貨販車輛電線 為各位介紹下面一個商品 那我們看一下今天的車型是FORSE 2.0 那當然今天的商品呢 為各位介紹一個這個轉接座 那什麼轉接座呢 這個就是 壞熊貓所推出的這個 前移的可責的轉接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些可責轉接座呢 並沒有說對應一定是限定某一種車型 它只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你要裝的是CMOTA的照後鏡 或者是跟CMOTA照後鏡關節相同的這個機構 我們看一下 這裡 我們把它放大看一下 這個是Dravin F1的 但是呢 它的後 它的支架的跑車的轉接座的 這個鏡骨的部分呢 跟這個CMOTA是一樣的 所以呢 它可以使用這個轉接座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呢 就是這一個轉接座 那上面是鋁合金 下面是白鐵 然後電鑿黑 我下去製作的 然後下面的底呢 一樣是使用CMOTA的這個底的一個部分 是用CMOTA一個底的部分 所以呢 就是把原本的這個底座 換成可折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換個鏡頭看一下 這個就是壞熊貓的製作的一個底座 那因為陽極不同了 所以會有一點點顏色差別 那沒有關係 因為 材料的不同 那 這個的話是屬於7075的鋁合金 所以呢 它的硬度比較高 所以它陽極起來呢 跟一般鋁合金的這個顏色 多多少少也不一樣 那其實我們從鍛造的 像Poge的鍛造的這個 編柱 你會發現它陽極之後特別亮 因為它的密 分子結構更密 所以它陽極起來的這個顏色呢 會更新鮮更漂亮 那這個SIMOTA的 呃 更正一下 這個壞熊貓的轉接座有什麼不一樣呢 呃 之前呢 呃 有很多種款式 可能直接用翻的 但是這一組是 上拉 拉起來之後就可以做 調整 齁 一段 兩段 三段 我把鏡頭拉一點 讓大家看一下 這是第三段 呃 其實也沒有說第一段啦 中間 下面 那如果說像這個是我們所調的角度 那其實這個是因為鎖在上面的 它有螺絲鎖住 所以你在調的 你在鎖的時候呢 你也可以根據 你要的角度 可以做進行 底座在鎖的時候做一個微調 微調之後呢 這個鏡骨的角度就有點不一樣 那一樣到時候會是三段 大家應該懂我的意思 會這個是三段的一個設計 這個設計是 調整是相當方便的 那接下來就沒有段數了 沒有段數了 它只有說三段 一段 兩段 三段 所以你在基本上你要收折呢 看你的方便 如果說你現在是停市區啦 事實上你把它收進來是無所謂啦 把它收進來無所謂 只是說這邊是沒有段數的 這個是一段 這個是兩段 三段 很方便 那 一組是兩顆 它沒有單賣 這是一組就是兩顆 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結構調整上呢 它是類似裡面的一個極輪 你用彈簧拉起來之後呢 把彈簧拉起來 那就可以做極輪上的一個調整 使用上是還蠻方便的 跟之前的一些結構有一點點不一樣 它裡面的結構事實上有點不一樣 那當然 它一個倉庫我們賣的不只只有一種轉接座 那像現在各位所看到是最新發售的 壞熊貓的一個可責的一個轉接座 那我們之前還有小辣椒的轉接座 Cimota或是相關規格的這個 你就可以做一個安裝 那當然不限定車型 即使是你今天如果是R1 你今天如果是小R5 那如果你有改Cimota的照後鏡 一樣是使用這個底座部分 中間的規格對應這個座是OK的 沒有關係 都可以直上 這個部分都可以直上沒有問題 那所以你如果說今天是跑車 你有安裝 那當然 或是重機 那你如果安裝這個Cimota的部分 或是相關部分 那當然你就可以直接做直上的一個安裝 或是非常方便 那喜歡朋友可以上好 和後到麥克爾賬戶 記得精品來做選購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